里面是梁简没有错 就是当梁简带着万博士 去找李燕做谈判的时候 阿超问王世聪说 你有爱过万博士吗 他说有 但是那是上辈子的事了 并且那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最大的一个错误 然后万博士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进去了 其实我们后面有拍一段 那就是他们两个 他被迷婚之后 他跟张正的这个角色 一起放到那个秘密实验室里面 然后做了一个迷婚的动作 但是导演这一段没有放进去 因为他觉得放进去就太多了 只是不如让大家去想 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想象空间跟转换空间 大概重要是这样子 谢谢 还有没有 这是第三次 然后其实我在上一场 有跟导演讨论过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在讲爱 从头到尾都是爱 然后这一场的感觉是他不只是爱 他是一种牵绊跟绑架 对就是像又又被妈妈的爱绑架 所以他最后做了要杀爸爸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伴侣之间 其实万语凡他也是因为这个爱 所以一直在帮侍从做这些事 那爸爸更不用讲 他会表现做更多事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确实被最后一幕给迷惑了 我不知道最后一幕发生什么事 然后到第二次我真的有较清楚 然后第三次我就觉得有点心酸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军宁 你知道你有颗眼泪是闪光的吗 有一颗闪光的眼泪 然后我就发现我从第二次开始 一直在等闪光的眼泪 你跟梁姐 对对对对就是那一颗 我非常喜欢那颗眼泪 那滴下来的那个时间非常的美 然后我想知道一件事情是李燕 其实我觉得李燕的演技非常好 因为他其实从头到尾演的不是李燕 他演的都是别人 对他一直在创造出另外一个人 其中有一幕是他在病房的时候 他说的腔调 他是那人所以他有大度腔 可是他在病房跟万语凡讲话的时候 那个腔不见了 我想知道他怎么样 因为人讲话的口气是很难改变的 他在这个过程 他怎么去努力把这个腔调去弄掉 我比较好奇这件事情 我想先让俊宁说一下 他的那场哭戏 然后他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的感情的一些付出 然后我再跟您解释李燕的腔调 好不好 我都开玩笑说 我觉得阿爆后来变成爱哭爆 因为其实在剧本里面 原本没有设定他有那么多的情绪 然后包括跟阿超之间 他比较有一点点怎么说 也不能说工具人 但是就是跟着情节走 但是后来我们在跟张震 还有跟导演讨论的时候 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必须要很立体 然后要很真实 尤其跟良姐之间的感情 要非常的怎么说 就是真实到大家会相信 我会愿意为了这个人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填了很多的肉 包括一些小细节的动作 这些动作都是我们后来讨论出来的 希望让大家会觉得 我们生活中跟伴侣之间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因为后来填了很多肉进去 又在表演的时候 就是她是一个怀孕的妈妈 所以她刚开始迎接新生命 但是在过程当中 她也一直要就是面临着伴侣的消失 所以其实后来变成我跟良姐的每一场戏 在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都会被那个情绪给突然牵动起来 然后就自然而然变成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因为爱很饱满 那至于说李燕那个角色呢 李燕那个女孩叫做酸安可 酸安可我们拍戏的时候才22不到 21岁多22岁 那是导演到中国大陆去海选的一个年 年轻的一个女孩 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 她到台湾曾经 她是住了一阵子 然后她很认真的就是 当谁的灵魂到她身体里面的时候 她就要转换成什么 那个她背景的一个腔调 她跟她第一次背着那个大包包进来 到他们家的时候 她跟吕雪凤讲的就是标准的大路腔 但是当她跟万语凡 已经可以开始讲话的时候 有点撒娇的那个味道的时候 那是王世聪进到她身体里面 所以台湾腔就出来了 那个是第一个她很努力的训练 第二个那是导演非常精细的一个要求 以上谢谢 我们还有时间吗 在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